中国大陆民众通过网路发起的茉莉花革命 6号在41个城市展开了第三波的串联 北京当局是如临大敌 街头的气氛树杀草木皆兵 第三波茉莉花革命 照旧约在星期日的下午两点举行 在北京方面 王府警和西单两大集会地点 到处都是全神戒备的警察严密监控 同时因为传出北京大学生号召在中关村集会 大陆当局因此下令大学封校 学生不得随意外出 上空还可以看到直升机的踪影 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 不但茉莉花成为禁忌 就连拿着红色花束走在西单街头 都会遭到盘问 北京市政府则选在同一时间召开记者会 发表强硬谈话 在中国想挑起这样的时段 真的是一种痴心妄想 所以有一些如果是想在这里 想找中东和北非那样事件新闻的人 到最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尽管大陆当局卯足全力防堵 不过网友正号召 在4月5号当天 举行下一波大规模的争取民主改革活动 再度挑战大陆政府的敏感神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